上宽下宽中刺腰啊 就是上宽下面也宽啊 中间这个地方呢比较窄啊 中刺腰 指根薄弱指头糙啊 就是说啊 他这个手指的根部啊比较细小 但是呢 上面呢又越往上走越粗啊 那么说明啊 根基部闻好发展 三线皆直性情造 说的就是啊 他这个本身的手指的形态来讲 算是根基部分啊 手指根部薄弱无力啊 那到上面呢 往往是啊 他比较好发展 就是根基部分反而好发展 所以说 整个三线来讲也是偏急啊 性情比较急躁 天人相连是段长 果断抉择好事业 他是段长啊 段长之人是比较爱拼搏好事业的 欲助直达天文尾 可惜身弱难支撑啊 这也体现出他一个根基部闻啊 根基部闻也很 也很说明这个身体方面容易出问题 他的这个生命线不但比较浅淡 而且呢 还是偏直的 那我们说好的生命线一定是要有一点 非常弯曲的弧度啊 这个是偏直的直辅线 性情比较直啊 这个欲助虽然欲助文事业线 虽然达到天文尾端啊 这是非常好的事业线 但是呢 可惜身弱难支撑啊 太阳线多 耗鸣力 只把恒文翻小人 就是说他的太阳线比较多啊 所以这种人的耗鸣望 耗自己的名声 爱惜羽毛 但是呢 上面有恒文 容易啊 对你的名声造成损坏啊 容易翻小人 再把因缘来说到啊 锁链缠绕 情坎坷 说明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形成段长的这个天文 这个地方啊 有很多锁链那再加上天文 本身形态也不佳 所以说情路容易坎坷